大家好,这里是worklife徒步生活 上回我们介绍到了越南上古的历史 极富有中国神话与色彩的起源 到底是为什么呢?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与中国同时期的越南仍然处于部落社会的阶段 所以缺少文献史料的记载 而到了11、12世纪的越南离朝以及15世纪时的离朝时期 才开始慢慢填充自己的上古历史的文明 所以当时只得借鉴比铃而居的中国的神话与传说 来拼凑自己的上古历史 今天我们要来讲讲越南文郎国灭国之后的故事 以及讲述一段位于今天越南河内郊区有名的古罗城 所发生的一段凄美的历史故事 喜欢越南历史、人文的朋友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在未来的日子我们将会持续更新越南历史的故事 以及越南的新闻 根据15世纪越南离朝史冠所撰写的大粤史书全书记载 越南第一次出现了明确的历史纪念 而这一个历史纪念却是记录了蜀国国王蜀叛 新兵进攻文郎国的这段历史 当时文郎国的兵力非常的雄厚 屡措蜀国的进犯 雄王开始自大起来 相传当时的雄王 此人天生神力 可以一拳打断瀑布 开始荒废五倍而不休 为日是酒食为乐 也就是饮酒作乐荒废五倍 蜀军再次进犯 雄王仍然沉醉不醒 最后吐血 醉井而亡 文郎国也因此被灭 在公元前257年蜀汉改国号为欧墨 自称为安阳王 开始新都于月常一带 月常位于今天越南与辽国的交界处 竹城的方式非常的特别 采取螺旋状 所以又被称作罗城 以及丝隆城 昏能城等说法 在当时建罗城的时候 并不是特别的顺遂 时常遭逢大雨 导致刚建好没多久的城池 一夕间又崩塌 安阳王只好栽戒沐浴 寄奉山林神旨 这之间也发生了一段 非常有名的神话传说故事 在安阳王三年的时候 有一只能通人语说人言的金龟 自称为僵使求见安阳王 并说到他可以帮助安阳王组成 安阳王十分诧异 问他究竟是什么缘故 导致城墙屡屡崩塌 金龟说到城墙之所以崩塌的主要原因 是因为前朝的王子的怨灵 附着在山川精气之中 隐于七要山 伺机要向安阳王报复 而七要山旁有一家旅店 旅店内有一名店主 还有他的女儿以及一只白鸡 女儿跟白鸡乃是山川厉鬼所化身 所以只要谁投诉于此 都会被鬼给杀掉 冤死者一多聚集在这里 才使得城墙常常被摧毁 只要杀掉白鸡去除掉精气 问题自然可以迎刃而解 于是安阳王便带着金龟假扮着旅客 投诉这家旅店 旅店的店主劝说安阳王速速离去 怕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 但安阳王坚持留宿 到了晚上的时候果然有利鬼前来侵扰 但是都被金龟一一赤退 隔日安阳王又向店主索讨了白鸡 将他杀掉 随后店主的女儿也相继去世 安阳王回去之后 派人到七要山挖掘前朝的乐器 还有骨骸 烧成灰投入到大海 这才把妖气给退散掉 之后逐城之事也变得非常的顺利 不到半个月就完成了 金龟在罗城居住了三年之后便辞退 安阳王相送金龟 对金龟说道 如果你走了之后 外患来袭该怎么办 金龟把自己的爪子取下来 给安阳王制作成兵器 而这个兵器又被称作是 灵光金爪神奴 在中国水晶柱中也有提到 安阳王有神人名高通 下辅佐为安阳王制神奴一章 一发可以杀三百人 可见安阳王的神奴部队的神力 然而始于安阳王也忠于安阳王 秦始皇于公元前221年统一了六国 建立了秦朝后开始有意南阔 兵至宁南百岳一带 当时秦朝有意把胶子作为南阔的目标 于嶺南设立桂林、南海、向郡三个郡 南海郡首为任肖 龙川县令则是日后大名鼎鼎的南苑王赵驼 在西元前210年任肖与赵驼举兵南清 但遭到了安阳王的神奴部队的抵御 此伤非常惨重退败到五宁山 并前始一合以平江为戒 赵驼生之只要有神奴部队在的一天 要拿下欧墨就非常困难 于是派子赵驶向安阳王提亲 赵驶又名赵仲使 赵驶与安阳王的女儿魅珠成亲 并入坠于安阳王家 赵驶有一次骗了魅珠看欧墨的神奴库房 借机将公奴破坏 再以沈亲为由返回北方 临走之前赵驶对魅珠说道 夫妇之恩不可相忘 如果两国失和南北相隔 我若前来该如何相见呢 魅珠说她自己有鹅毛常常附着于身 如果到时君来找她的话 她会拔鹅毛于路上 这样赵驶就可以循着鹅毛找到她 而秦二世二年任肖病重 对赵驼说 尽天下纷纷扰扰 岭南之地属于非常偏远的地带 秦朝鞭长莫及 南海朱骏有山河之险 土地辽过 未尝不可以自立为王 于是把南海骏手传给了赵驼 赵驼杀尽了所有前来秦朝的常使 正是与秦朝脱离关系 割据一方 与秦朝撇清关系之后 赵驼再次举兵难清 安阳王还不知道自己的公奴已经被人给破坏 在迎敌的时候发现鱼鱼挪断 使得安阳王带着女儿魅珠一路败走 向南逃跑 在逃亡的过程中 魅珠记得自己与赵驶的约定 一路拔鹅毛 赵驶紧随鹅毛一路追赶 逃到河边 无传可渡之时 安阳王召唤了金龟 金龟浮出水面 怒斥魅珠是王国之音 要安阳王杀了他 安阳王忍痛杀了自己的女儿 持七寸闻溪走入了海中 而魅珠之血流于河中 被河磅吸收化为明珠 等赵驶赶到 魅珠已死 赵驶只得将魅珠归葬于罗城 赵驶也因为思念魅珠过渡 之后投紧自己 这就是相传于安阳王时期 凄美的历史故事 虽然这中间不法看到许多 神话与传说的元素 但是古罗城确实是真真实实存在过的 古罗城遗址在今天河内郊区的东阴县 目前也是一个观光景点 据传古罗城一共有九个罗旋 而今天随着战乱与时间的推移 目前罗城只剩下了三个罗旋 分别为内城、中城与外城 外城周长约为八公里 城墙高四到五米 有的地方为八到十二米 至今古罗城遗址仍然保存 祭祀安阳王的祠堂 古罗城也出土了许多考古、文物 它也反映了越南民族文明 历经石器时代、铁器时代 以及铜器时代的发展过程 好的,这就是今天越南的历史 喜欢影片的朋友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次见